三姐,提到回憶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銀魚乾也是一個回憶的味道 是的,還有蒸茄子也是一個回憶的味道 那你將兩個回憶等到一個菜 沒錯,加強我們的回憶,集體的回憶 那這個菜叫什麼名字? 銀魚乾蒸茄子 茄子其實可以圓條蒸 但是我今天為何要教大家切了它來蒸 第一,它容易熟一點 第二,告訴大家 這個茄子,如果你切了它 它會容易變黑 但是我們變了,我們放進去 放些醋下去,這樣浸它 它就不會變黑了 主要我也是想告訴大家 而且我們要切開它來蒸的話 待會我們把肉放進去,味道會鮮一點 沒錯,會鮮一點 而且浸一浸它,才拿去蒸 這樣蒸它 蒸了,先蓋上蓋子 接著要準備什麼呢? 接著我們有些瘦肉,切好了 當然要放些味道 先放些油 這個是少許的鹽 生抽,放進去 麻油放一點 你在這裡和我攪拌一下 現在先放些油 我們先爆香的銀魚仔 輕輕等它熱一點 不要這麼快就放進去 要有些少許炸的放進去 那個感覺才會香 才能做到效果 那個蟻瓜你要蒸多久? 蟻瓜其實可以長一點 不怕的,會不會過火 大約蒸它十分鐘,什麼都夠 如果它太細條,蒸七、八分鐘就可以 那蟻瓜不怕過火 所以不用你去 即是不用怕,會嗎? 不會的 我最喜歡蒸完之後 用淋醬油、熟油 對 那些蔥呢,哇 沒錯,很好吃 幾碗飯 真的,可以用幾碗飯 好,我們現在爆香 待會爆香之後再蒸 放到少許金黃色 OK,放上去 嗯 我們也要把豬肉煮熟 是 把蒜蓉放在這裡 我們這樣同步放進去 它就不會太容易焦 也可以在同一個鍋裡 做了幾樣的菜 幾樣的爆的方法 所以不用經常洗鍋 洗鍋 這個是指天椒 是 放進去 這個可以放進去 是 是 因為不喜歡吃 然後放小一點點火 這是什麼 甜麵醬 甜麵醬 好了,放少許 嗯 蠔油 也是 放半斤進去 不要太多 因為它已經很美味了 好,搞定了 這個時間 我們把它放進去 茄子那裡蒸 好,先關火 放上去 很容易 蒸兩三分鐘就可以 你有沒有看到 我是沒有再放進去 對 肉本身也有油 沒錯 不用再放油 所以吃茄子 可以不用太多油 茄子也是很滑很漂亮 很健康 嗯 蒸好了 哇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好了,我們把蔥花放進去 讓它香香的 又漂亮 好,搞定了 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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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搞定